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9月19号礼拜一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在社交平台发表帖文 他声称 希望世界国际比赛能够体谅香港 给香港一个机会和时间 将各种国际赛事留在香港举行 第二单消息 南华早报和星都日报的报道 分别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零加七的安排 不会再等待10月的施政报告才发布 而是会赶在9月份之内提早出招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梁美芬议员 有什么违论发表 他在Facebook上面发表贴文 他就说 美芬十分欣喜 看到局长对抗疫政策有信心 期望推出路线图 让市民了解放宽的进度 他还说 特区政府现在研究中为入境人士松绑 有机会最快在11月推出零加七措施 美芬你太慢了 不是11月 现在最新的消息说 是9月份之内就要推出了 因为唐常委说得很清楚 香港搞内循环经济等于内出血 施永清老板还说 如果香港没有血道 心机会坏死 所以现在死了 9月就要提早通关 这只这样的梁美芬 其实你就是转了态 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 我翻查这些报导 他还在说要香港搞全民强检 还说要配合围风禁足 就是说要在香港搞封城 现在梁美芬走出来 说对于放宽很欣喜 其实这帮人 再加上就是陈凯恩 民建联之流 要出来解说清楚 到底你们的立场是怎样 过去一段长时间里来说 一直搞情绪勒索 道德绑架 就说要保障那些长者 幼童的安全 一个都不能少 全部是你们说的 现在对于这个放宽又很欣喜 我反过来问你 那你是不是喜不如将那些长者 和幼童的生死置之不顾 市民是有权问这帮人的 如果你说现在各今时而作非 以往说的那些东西是不对的 也是不再适用了 那你出来向市民解释 兼道歉 喂 不能够说这样和熙黎 哇 现在转了态 又说要放宽 你又很欣喜 怎样欣喜呀 见到那些老人 那些年轻的死鬼了 那你很欣喜呀 我反问这帮人呀 讲足大半年呀 现在转态呀 真是离了大谱呀 那么轻易呀 大半年以来 占据着整个主流媒体 天天就在那里抛浪头 又说有长新冠呀 老墓呀 一会又性功能下降呀 又这样那样 哇 现在又可以开放 喂 新冠死亡率0.6% 和流感不同呀 陈凯恩说 放宽呀 取消这个酒店隔离 是等同于躺平呀 哇 对呀 他们最喜欢打这个躺平杜草人 你现在梁美芬是不是躺平呀 属于是 啊 是不是健康揽炒呀 这些叫做 问回这些人呀 传媒出来回答 不可以说这样呀 哇 随便写一句话 你就在那里想 华丽转身呀 杀岗的这些人 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讲政治 什么民主 普算 全部不用讲的了 只是跟你讲科学 讲逻辑 讲健康 如果香港有些记者朋友认为 对的可以拿去用 问回这些人 用回他们的话语 问一问他们 是不是转了态 为什么要转态 转态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背后的思维 的模式 那个思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离谱呀 我就听到火尼买了 过去的半年 一直在那里讲这些 一直在反驳这些无谓的论调 现在你竟然间 是跟我讲的同一样 咦 那你当初那大半年在那里做什么 空转呀 初陀岁月呀 有必要回应啦 是不是呀 这些人 真是浪费的 梁美芬还说 相信想放宽 就是社会的共识来的 他认为此刻社会各界是不需要 以怀疑的角度 看待特区政府的抗疫政策 他相信特区政府会处理好 每一个阶段的疫情情况 平衡供应医疗的能力 在准备得更好的情况下 积极研究放宽的可能 在此呢 美芬就希望政府能够推出一个相应的路线图 例如说 什么时候推零加七 什么时候推零加三 让公众是可以了解到 疫情减退到哪一个地步 就有机会进一步放宽 甚至是可以零加零 让社会各界一起努力 人人有责 说完这些废话 我们一早已经讲讲了大半年了 美芬 暑黄昏 现在你说放宽 喂 你这帮人一直在说什么 医疗系统怕着崩溃 不能够放任那些病毒 在香港流离流去的 现在又可以 我不是说反对你现在转态 而我问你那个转态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求情说句话就是了 当初信了你那帮猛兵那些蓝丝 戴三个口罩出街的那些盲目是怎样的 按电梯还在那里说要用锁匙捉来捉去 怕死啊 出街上看见别人不戴口罩 又要拿个手机去拍人那些盲目是怎样的 那些死蠢是怎样的 信了你的哦 新冠哦 不玩啊 落磨啊 我越说越火滚 对于这些人是 大半年的时间被你在那里浪费 好了 现在什么都被新加坡抢了 被人抢了 懂得害怕了 要转态了 还要求饶了 梁美芬最后说了 他冲心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尽快准备好 可以推出零加七方案 同时就希望世界国际比赛 能够体谅香港 给香港一个机会和时间 将各种的国际赛事 留在香港举行 那个机会人家给了你的了 不是人家不给机会你 是你这帮人自己不给机会香港 将香港的机会断送了 送了给外国 送了给新加坡 不要说人家不给时间 不给机会 你给了多少时间你才行啊 外国商会对牛弹琴 由林郑做特首的年代 一直在那里说 叫你放宽放宽放宽 有没有听啊 好了 到人家龙州那里走了 田径那里又说不搞了 马拉松都 哦 知害怕了 乱惹了 你自己特区政府牵头搞嘛 笨蛋 人家不帮你配合维稳 你自己懂得搞的嘛 什么人家田径总会搞呢 你不是有个体育文化旅游局的吗 找杨润雄去搞就行了 求饶啊 叫人给时间 你给机会你啊 没给你吗 人家是 如果第二个城市 神祖拜拜 给足面子的了 左等右等 喂 问你有没有时间表 有没有路线图 你还在那里玩玩玩酒店隔离啊 标备啊 核酸啊 三加四啊 啊 又红黄马 你还在那里搞这些东西 搞了两个人都知道根本上是等不及了 那就走咯 看你都没心机做 啊 你又人家走了 你又拉回人家转头 玩啊 你猜是 神经啊 真的 好了 跟着下去呢 我们看看星岛日报的大旗盘专栏是怎么说的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被问及到 11月能不能够做到零加七的时候 劳宠茂就反问 为什么不可以更早实施呢 那今次劳宠茂的答复 异常明确 显示特区政府已经是落定决心 向着零加七出发 有政界中人就直言 本来预计零加七 会在李家超的10月19号发表 首份施政报告的时候 作为秘密武器的 那现在呢 显然就是特区政府已经等不及了 估计会在本月之内提早出招 那其实呢 南华早报都是这么说 昨天东方日报都是这么说 那我相信真的会了 等不及了 一早应该要啦 拖了九个月啦 我一早说你第五波爆到最厉害的时候 就是要放宽的了 现在已经是慢了很多了 因为全世界都不需要再搞这些措施的时候 你还在那儿慢慢零加七是太慢 一定就是要当机立断 零加零 不过不会的 他都是零加七的 讲你一切气 好了 接着看下去先啦 据文 医务卫生局已经研究 零加七的实施细极啦 包括是有可能取消外地入境的旅客 上机前的核酸检测 因为外国的核酸检测机构 已经是大幅减少啦 要求那些旅客上机前做核酸 是会带来相当的不便 有官府中人就承认 此举可能会造成入境个案大幅增加 以至在飞机上造成传播 因此可以考虑要求旅客 在上机前做快速检测来取代 即是说拿快策那些这样的影响啦 是不是呀 即是和熙泥啦 扮什么呀 陈祖叫了你不要浪费时间啦 核酸 外国陈祖没了啦 很多那些机构是整理了啦 在今年一月到三月的时候 大行其道的 三月之后大幅放宽了 没了啦 赚不了钱啦 找人做呀 核酸 你华大不去其他地方那里开 啊 去伦敦去巴黎 去纽约开一间啊 核酸 舍得你妈妈不认得呀 哪一人做呀 除了去大陆去香港之外 还用要核酸呀 好了 除了这个核酸检测以外 对入境旅客限制的另一救病 是医学监测期间的黄马安排 商界就认为了 如果维持黄马安排 不容许入境的旅客到餐厅用线 普通旅客一定不会来香港 据问啊 特区政府内部都认为啊 对入境旅客仍然是需要 有一定的追踪限制的啊 就不同意 完全取消黄马 不过 就不排除呢 可以检讨黄马的限制范围 啊 那你就继续玩咯 红黄马 我们昨天笑过你的啦 外卖之刀 两送饭之刀 唉 你都不知道香港的卖点是什么 你给这些什么官员来管治 有没有水平啊 你开放就要将香港那些特色 那些优势发挥出来 告诉人们才是嘛 香港是美食之刀嘛 黄马 那今次特区政府加快推出零加七 本地以至是国际商界的压力 是重要的因素 三年来的外防输入 令香港变成孤独 导致人财外流 经济内出血 以至呢 政府的财政也都是出现隐忧 是特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那加上呢 11月将举行国际金融投资峰会 同时又有七人篮球赛 香港的入境检疫安排 会大大影响两个活动的国际参与度 主办机构都希望 特区政府能够在九月底作出决定 而上个礼拜尾 接连发生香港田径总会 停办渣打马拉松 以及是国际龙州赛 因为香港的入境检疫政策 而决定移私泰国举行 就成为了提早压低现行 入境检疫政策的最后一根杜草 劳宠谋呢 也都是不得不放开口风 那所以呢 按照星岛这个讲法 就是停办马拉松 以及就是龙州赛尔斯泰国 就是压跨入境酒店隔离政策的 最后一根杜草 那我也相信是的 因为你大型城市玩完了嘛 特区政府开口埋口就说 要告诉全世界听 香港已经是復常了 就要通过这些体育城市 来去展现出来 现在展现不了 那这个田径总会方面的情况 又怎样呢 香港的体育专员杨德强就说 如果现在批准的话 准备时间和去年同样都是两个月 他质疑 香港田径总会为什么今年不能够举办呢 质疑什么呢 人家就是不配合你维稳 你要玩这个红黄马嘛 你又不告诉人家 到底什么时候放宽那些检疫的安排嘛 人家就先下手为强 没理由要自己亏钱的 是不是搞一档这样的东西 杨德强又说到 特区政府就一直都是积极处理的申请的 就不是好像外界所说的不知可否 好 很简单而已 一句说话你批定不批 你积极处理的申请有鬼用 你告诉人家一定搞得到的 有没有实牙实耻地说过先 肯定就没有啦 是不是呀 如果有人就取消 玩意呀 不过不要紧啦 是不是呀 今年搞不成的 那你特区政府肯愿意和国际通关的时候 就下年搞咯 可以年头搞都行的嘛 这些东西很狠的嘛 既然你特区政府是称称愿意配合别人的话 好吧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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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